1945年7月30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命令 鉴于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无条件投降 美军可在8月3日以后 立即在日本的广岛、小仓、新西和长崎 这四城市选择一个目标 投掷特种炸弹 8月6号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投到了广岛 8月9号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到了长崎 两次原子弹爆炸共造成数十万人伤亡 而此时战局已定 是什么原因让胜利在望的美军 居然使用这种死神武器呢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美国人迫切希望那些 在太平洋战场上侥幸存活的美军 尽可能多地返回故乡 然而通过研究与日本进行了一场 登陆战役的损失情况 美国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 对日本本土作战 美军将不得不付出伤亡达100万人的代价 而这场给美军带来强烈恐怖震撼的登陆战役 就是冲绳岛登陆战役 那么在这场战役中 美日之间究竟爆发了一场怎样的恶战 1945年3月 已经夺取了塞班岛 硫磺岛等日本外围据点的盟军部队 终于打到了日本的大门口 数十万盟军将士 在美军斯普罗恩斯海军上将指挥的 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 和英国第五十七特混舰队的支援下 准备攻占离日本九州 近350海里的琉球群岛 琉球群岛由140多个火山岛组成 其中冲绳岛就在其中 冲绳群岛在琉球群岛中位置居中 距日本本土340海里 主岛冲绳岛面积1256平方公里 人口当时为46万人 该岛对日本来说 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它与琉球群岛共同组成了 日本本土南面海域上的门户 素有日本国门之称 随着美军占领菲律宾湾 对日本来说冲绳岛如果失守 日本本土的制海权 制空权都会化为泡影 其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 也将被彻底切断 1944年10月 罗斯福下达了攻占冲绳岛的指令 并于1945年2月9日批准了具体的登陆计划 美军极为重视这次战役 拟定的作战计划出数以敦解 而调动的参战兵力 几乎包括了太平洋战区 所属的全部盟国陆海军 投入的总兵力达54.8万人 此次行动 美军共计出动航空母舰34艘 战略舰22艘 其他作战舰320艘 辅助性舰船1139艘 舰载机2108架 对此 英国观察员称此意为 美国两系兵力尚未承担过的 最大的最复杂的计划 美军将冲绳战役 命名的代号为冰山 一级此意 美军出动的庞大兵力 仅为总体实力的冰山一角 王牌之师尚隐没在海面之下 带到进攻日本本土时才亮相 同样 日本方面亦非常重视冲绳驿战 3月20日日本大本营在新的训练中指出 冲绳岛是防守日本本土的关键 日本大本营强调 应与海上歼面进攻冲绳的大部分美军 冲绳地面防卫部队应阻止参与的登陆敌军 获得基地 以使天号作战得以顺利执行 一句话概括日本的此次行动 就是用脑袋去撞击登陆的美军舰支 面对日军这种不要命的进攻 盟军又将作何部署呢 美军将登陆日期最后确定为1945年4月1日 他们认为冲绳岛距离日本本土较近 必定会遇到日军航空兵的全力反击 尤其是自杀飞机的拼死撞击 尽管这些自杀飞机并不足以改变战役的最后结局 但不可否认对于美军的威胁是巨大的 因此美军计划在登陆之前 先以航空兵对日本本土 琉球群岛和台湾等地的日军航空基地 进行大规模突击 以尽可能削弱其航空兵的力量 从3月9日开始 美军开始用B-29对日本本土和航空基地进行轰炸 且美国为提高轰炸效果 将原来采取的白天高空精准轰炸战术 改为夜间低空轰炸 并拆除了B-29上除尾炮以外 所有机载武器 就这样使B-29的载弹量增至7吨 而且全部使用燃烧弹 燃烧弹能够迅速引起火灾 当晚334架B-29轰炸机掠过东京上空 一夜之间便投下了近2000吨的燃烧弹 东京变成了一片火海 这次燃烧弹袭击 一共丧生的日本平民约8.3万人 更有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随后美军又以同样战术 对日本各大城市进行轰炸 至3月19日 美军共出动B-29约1600架次 投掷燃烧弹近1万吨 大大打击了日本本土的有声力量 与此同时 美军也在为冲绳战役做着准备 3月26日凌晨4时 美军戴约少将的第51特混编队 第一大队开始炮击冲绳岛 提亮后 美军航空大队又开始对冲绳诸岛 进行全方位的轰炸 着重轰炸岛屿上的日军机场 以及海滩上的防御工事等等 为进一步攻去冲绳群岛 美军扫雷剑日夜不休的 将接近冲绳岛航道中的水雷清扫干净 自3月29日 美军已基本扫除冲绳群岛的水雷威胁 美军的战列舰 巡洋舰 甚至已经可以在距冲绳岛很近的距离 进行精准射击 直到全部准备就绪4月1日 美军的登陆正式开始 下午4时 美军炮火支援编队的军舰随即开始射击 掩护登陆部队强滩上岸 八时 美陆战第六时 第十一时 步兵第七时 第九十六时 在冲绳岛西海岸 从北到南约9公里地段登陆 四路大军各自分为8个登陆波 列城方阵浩浩荡荡的向白沙滩头压上去 八时32分传来 第一波已经抢滩的报告 时时 传来加首纳机场和独谷机场 已落入美军之手的捷报 这样的登陆过程 简直像是和平时期的一次演练 登陆的美军士兵都不约而同地问 日军在哪里 下午十四时 美军已占领了绝大部分的海岸线 日军的不抵抗 令登陆的美军士兵深感意外 美军上至主帅特纳 吓到普通士兵 对日军的神秘消失大为不解 而以往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每一次岛屿登陆战 都会遭到日军顽强的火力抵抗 美军顺利的登陆一直持续至6日 仍不见日军有任何动作 美军大批坦克火炮如入无人之境 四日 美军顺利的占领冲绳岛中部地区 该岛拦腰切断 致使日军防线一分为二 美国原计划15天完成的任务 仅用4天就顺利实践了 美军就那么容易地获得了冲绳岛战役的胜利了吗 日本人真的打算放弃冲绳吗 当然不可能 其实日军的主力部队就潜藏在岛内 而射击这场空城际的正是日本冲绳守军最高指合官牛岛满 这场空城际与其说是一种战术 其实更是一种无奈之决 因为就在1944年11月初 日军大本营提出抽调牛岛满的32军第九师团去台湾 要知道第九师团是牛岛满所仰仗的主力 拥有大量重型火力 兵力和战斗力都十分强大 以善打恶战著称 在冲绳岛开战前 日军无法确定美军要攻击的是冲绳还是台湾 于是日本驻守台湾的司令官 强行把第九师团调到台湾参与防守 使得32军的实力大大减弱 从而使牛岛满不得不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 被迫改为让美军登陆部队全部登陆 然后将其又致得不到海空军火力掩护和支援的丘陵地带 再一举歼面 美军登陆部队 但在牛岛满率领的日军与美军玩赌猫猫的游戏时 看到美军登陆部队势如破竹地向前推进 日本军部大本营却坐不住了 他们制定了一份保卫冲绳岛的作战计划 以一层整一与还禅两位海军中将指挥第二舰队 以及神风特攻队 用大弹的飞机采取与敌舰同归于舰的方式 直接冲撞敌舰 这些被武士道毒化的年轻飞行员抱着 一击换一舰名传千秋的观念 同美国水面舰艇展开殊死搏斗 此外 日军方面为了进一步保卫冲绳岛 4月6日 日本海军的超级战列舰大河号 由巡洋舰10省号开路 8艘驱逐舰紧随 由九州海岸南下冲绳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一支特攻舰队 没有任何空中掩护 油料只够单程 这些海军官兵们知道此次出击冲绳 将一去不返 必死无疑 但他们仍高唱着樱花歌奔向战场 7日晨 美军发现了大河号舰队的行踪 为避免日军先发制人 美军立即对其做了部署 40多架美军战机穿过低厚云层 和火网冲向大河号 由于缺少有效的空中掩护 一枚鱼雷和两枚重型炸弹命中大河号 不久美军的第二批第三批飞机接踵而至 大河号连中十亿枚鱼雷 终于横倒 两千余名日军官兵与大河号同归于尽 这艘在世界海军史上 无与伦比的巨型战列舰 永不沉没的大河 就这样消失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 大河号尘机令美军大大的兴奋了一阵 但好景不长 从11日下午1时30分开始 日军新一轮的自杀式进攻又开始了 此次偷袭 日军共出动战机392架 其中自杀飞机202架 14时10分 一架架神风特攻击冒着失速坠海的风险 超低空向美军停泊在冲升岛的航母企业号 以及密苏里号战列舰冲去 经过一番激战后 日军的一架特攻击还是掠过企业号 右后方的舰弦撞在舰手下部 机身碎片飞到飞行甲板上 使停在飞机 弹射器上的一架挂好弹的飞机起火爆炸 并在舰上引起大火 日军不要命般的进攻 给盟军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从4月起到冲城岛战役的结束 日本总共拼凑了2153架次 其中自杀753架次 发动了数百次偷袭 给美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共击沉美军军舰33艘 机伤360余艘 日军飞行员们的疯狂自杀行为 使美国人不寒而礼 美军海军中将布朗回忆道 眼睁睁地看着一下架飞机 不顾死活地向你的战线撞来 驾驶员决心与你一起粉身碎骨 这真是使人周身血液都凝固了 冲生岛战役后期 美国人为了制止日军的自杀攻击行为 在冲生岛设置了16个雷达驱逐舰 仅介绍专门对付低空入侵的日军 他们还研制一种将鼠群 捣死在他们老巢里的方法 出动大批舰载机 连续轰炸日机场 争取斩草除根 在日记起飞前将其彻底摧毁 使许多自杀飞机还没来得及起飞 便被摧毁在自己的窝巢里 日本方面 由于飞机和飞天员的损失得不到补充 能够出动的飞机越来越少 日本这种自杀式的偷袭才宣告结束 随着冲绳岛外日军力量的消耗殆尽 一场更大的战争也即将在冲绳岛内展开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又将如何 当海空战斗进行时 路上也开始了惨烈程度 绝不亚于海空的战斗 在经历了最初超乎寻常的顺利登陆后 牛岛满的诱敌战术开始发挥威力 冲绳南部是日军重点设防的地区 牛岛满充分利用悬崖峭壁 深沟高谷等险峻地形 构筑起坚固隐蔽的防御攻势 日军以此为依托 挫败美军占领全岛的企图 在日军顽强的抵抗下 美军在4月5日以后的8天时间内 伤亡高达4000余人 苦战到24日才突破日军的第一岛防线 在美日争斗最激烈的一江岛市 美军向前推进的单位是以尸体来丈量的 用了整整6天才拿下此地 针对岛上坚固的防御攻势 美军司令不禁感叹 这仗实在太难打了 在岛的南端 大约有6.5万到7万日军藏在洞内 除了一点一点把他们炸出来外 我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美军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 碾压日军的战壕 冲入日军的阵地 喷火坦克将凝固汽油 射入日军隐藏的山洞和坑道 但日军也很快就可以做出反击 日军在夜色和烟雾掩护下 悄然组织部队有序地撤往下一个防线 因此战斗发展成这样一种模式 日军先是平显私守 接着美军在猛烈火力支援下取得突破 日军后撤到下一道防线再私守 如此几次反复 日军防区逐渐缩小 5月31日 美军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 攻入了已是一片废墟的首里城 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满心喜悦 以为冲城首府被占领 就意味着战斗即将结束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更残酷的战役还在后面 游刀满帅渔步后退了约十公里 退到岛南端精心准备的最后防线 这是由两座山峰构成的天然屏障 日军充分利用地形 柱油巧妙隐蔽的炮卫和坑道攻势 困兽游动 中日的抵抗丝毫没有减弱 甚至有不少日军抱住美军士兵同归于尽 美军前进每一米都非常艰难 6月21日美军攻入冲绳最南端的荒旗 自知防守无望的牛刀满等人意识到 他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分别发电报和写信 与大本营诀别 6月23日凌晨4时 日军统帅牛刀满穿着崭新的制服 配挂着勋章 用手枪集体自杀 1945年7月2日 美军宣布冲绳岛战役结束 至此冲绳岛血战以美军胜利而告终 这场战役历时三个多月 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美军在整个战役中伤亡7.5万人 其中死亡1.3万人 损失飞机763架 在海上美军有34艘船被击沉 368艘被击伤 战役结束后 美军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日军在冲绳死亡的军人和平民 总计18.8万人 损失飞机3400架 舰艇20艘 至此日本本土已全面处于盟军的攻击之下了 冲绳岛三个月的血战 为日本的本土防御争取了时间 1945年4月25日 日军大本营发出一亿特工的口号 号召全体国民人人参加战斗 不惜一亿玉碎 而对于美国来说 冲绳战役和前不久进行的硫磺岛战役 使美军无法想象 如果要在日本本土实施登陆 将面对什么样的疯狂抵抗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 促使了美国决定 对日动用刚刚研制成功的原子弹 以争取尽快结束战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